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里面的房屋一般情况下都盖得比较华丽 这个房子叫李三生 这里的年轻人有的足不出户却腰缠万贯 它有一种羊群效应也是一种重重的效应 他们到底有何致富的奥秘 诈骗村的末日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我叫张湘岚 年满18岁 丈夫是香港富商 前段时间不幸遭遇车祸导致不遇 眼看雄厚资产 无厚继承 特寻找健康帅气男子 愿我做母亲梦想 如若有意 众筹百万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这样的视频您可能没看到过 但类似的短信您很可能收到过 没错 这就是名叫重金求子的诈骗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收到这样的短信可能就是一山了之 但是您知道这些短信来自哪里 都是什么人发的 又是怎样骗钱的吗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骗局的幕后秘密 浦阳湖 火锅第一大淡水湖 江西省十大旅游新景区 许多风靡全国的重金求子骗术 就来自这风景优美的浦阳湖边上 2015年10月14日 大概上午10点半左右 警察居列武和同事一起赶往 鱼干县黄金布镇的银行 那里报警 有两人正在银行里争执 而居列武和同事刚赶到银行 就看到两个人走了 居列武在银行门口 朝两个人喊了一声 听到居列武的喊声 正在逛马路的女人转过身 回到了银行门口 可是马路那边的男子 反而加快了脚步离开 居列武觉得有些奇怪 就快步追了过去 这一追坏事了 一个在前面跑 一个在后面追 这样大概 跑了七八十米远后 居列武终于追上了那个男子 经过向银行询问 才知道 这一男一女 在不久前来到了银行 这对中年男女 本来在银行外的 柜员机上取款 但是连续三次 输错了密码 银行卡被吞 于是两个人来到了柜台 要为银行卡解锁 两个人按照要求 出示了身份证等 但是吴建方 却不同意给他们解锁 因为女子拿的身份证 看上去并不像他本人 按照银行规定 要给银行卡解锁 必须本人 拿着自己的身份证 才可以办理 在遭到吴建方的拒绝后 女子坚持在柜台前不走 这样的情况下 银行报了警 两个人就这样 被带到了排除所 他说了浙江人 到这里取钱 他没什么 没办法 你凭什么抓我 男子很激动 虽然他说的是普通话 可是居列武一听 觉得对方是在说话 我们一看这里 人说普通话 都带点本地的口语 一听出来 是蛮像的 我就当时就怀疑了 在两人身上 警察找到了一把车钥匙 男子说 他们并没有车 车钥匙是他捡来的 不对 有个男的 有个小孩子 带个车 带个捡的钥匙 居列武根本就不相信 他拿着车钥匙 回到银行门口 边走 边按 最后真的 在附近 一个废弃的停车场里 找到了一辆小车 有那种遥控的 一按的话 那车子又响 车当时停车位置 这个汽车的站点 已经废弃了多年 偶尔会有几辆车 停在里面 那个男子的车 就藏在其他车的后面 一般人都不会到这里面来的 说明他是有动机的 在车里面 警察找到了一本 刑事证和一张身份证 都是该男子的 经过查证 男子名叫张巴财 女子名叫李小林 两个人是夫妻 都是本地的农民 一连串的情况 让居列武觉得很不正常 案件很快 移交给了渝干县公安局 侦察员调取了 两个人银行卡的账单后 有些吃惊 就发现这个进账蛮大的 两张卡 两张卡 两张卡总共有十到万块钱 大概就两个来月 两个四十多岁的农民 没有工作也没做生意 短时间有这么大的资金往来 显然不正常 而面对警方的讯问 这两个人倒也痛快 很快就全说了 我说你拿来的这么多钱 你做什么生意 但是这个不是 这是我骗的 这是我骗别人的钱 这夫妻俩还真是爽快人 全招了 没错 这俩人使用的就是 重金求子这种骗术 这种骗术主要是由女人来完成 男人呢 只是做一些辅助工作 所以在行骗的时候 李小玲就成了主要角色 由于李小玲呢 正在哺乳期 目前呢 正在取保候审 其实啊 重金求子这种小广告 我们很多人都见过 我来给您念一段 我是张湘岚 今年三十岁 丰满迷人 嫁香港富商 因丈夫没有生育能力 特寻找健康男士 原我做母亲的梦想 一个农村妇女 如何骗来几万几十万 他这个里面必须有两个人 有两个歧视 一个富婆 一个历史 这两个歧视你一定要等 凭一部小小的手机 怎样就能让人甘心掏药包 我也就是说 你帮我生了宅 我也不会亏待你 如果高兴 可以给你一百多万 看当事人 自己揭开幕后的玄机 诈骗孙的末日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自己冒充香港富婆 高价找人生孩子 这是李小玲一类人 行骗的第一步 然后他们再通过群发短信 把信息发布出去 就是给他几百块钱嘛 那就帮你发出去 随便怎么 随便发到哪里嘛 基本上就是同一个版本 骗到了钱之后 还有可能会换 就是说 名字啊 联系方式啊 都会变的 广撒网之后 就等着鱼儿上钩 虽然骗数并不高明 但在几百万元的诱惑之下 总会有人自投罗网 反正我也就是说 你帮我生了宅 我也不会亏待你 老小干呢 只要高 我高兴的是 如果高兴 可以给你一百多万 为什么 你的重情九指 一般 他主要是指你的 你 我说你要相信 我们就好 你就崩了 不相信了 就算了 我就是这样子说 我搞这个事情 也是有缘分的 他们有台词 你看过 看过 觉得很相信 觉得很相信 他怎么回 叫你怎么回答 叫你怎么讲 讲哪些事 等等 一般到了这一步 基本上就算成功了一半 对方已经进入了 李小玲设计的圈套 接下来就该到 对方的所在地区 但是真的就要这样见面吗 那你这个样子 肯定不会跟他们见面 像我们乡下人 那肯定很难看的 有钱的人 肯定会自己打扮得好看 他们自己也会想象 到最后就是说 反正就是 可能家里有点事 不方便去 或者没这个缘分 或者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李小玲 在使用各种小伎俩 诱惑对方 还有一个搭档 与他配合 他这个里面 必须有两个解释 一个妇婆 一个律师 这两个解释 你一定要得 既然是香港妇婆 很多琐事 肯定不用自己亲自处理 有关法律的事 交给律师 再正常不过了 实施中心囚子诈骗 很多都是那些夫妻的 就是说 我那个老婆 冒充那个妇婆 然后老公冒充律师 因为他那个 律师一般都是有男的扮演 在实际操作中 有些诈骗分子是夫妻当 老婆冒充妇婆 丈夫就充当律师 但也有特殊的情况 还有可能就是说 一个人完成 就是带有魔力功能的首期 就是变生的 男生变女生 女生变男生 就这样 对方一点点的陷入了 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圈套里 紧接着公证费 手续费 保证金 各种名目的借口都来了 目的就是让对方 心甘情愿的汤妖包 他一般第一次 第二次都不会 他第一次第二次都就聊天 聊天形式 刚开始上来不会这样 一下子 你一下子就是找别人有钱 别人是肯定 后面就慢慢来了 就在那里来 因为中心囚子 他第一方面 他要取得 取得你心里 通过聊天各方面 取得你心里 他就说 见面之前 我们要用一笔诚信金 有人很奇怪 在骗术的那一头 所谓的漂亮迷人的香港富婆 其实都是李小林 这样的农村妇女 文化程度并不高 甚至连普通话都说不好 怎么就能让别人上当受骗呢 这个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 我问过 问过一个嫌疑人 她五十多岁 我说你 一干话都讲不来 普通话更别讲 那有什么关系 我香港人长发就是这样的 我香港人本来长疼 就是姐姐奶奶的 是吧 姐姐爸爸的 就是这样的 反而更好 反而更好 更像 别人更像 也真的是香港个人 被李小林骗得最惨的 就是他 是个来自江苏 数千的农民 名叫大伟 被骗的金额是五万八千元 从2015年六月最初的两三百元 到七月底 李小林一共从大伟那里收到了十多笔汇款 单笔税高 超过一万 我们接约以后 这个人一口饱着 没有伤过他 因为这种 毕竟不是很光彩的事情 可能会引起来什么 林里亲戚朋友的嘲笑 而大伟的老婆 癌症晚期 正在医院里治疗 儿子在外面打工赚钱 被骗的这些钱 对他们来说 是救命钱 说起那些被自己骗过的人 李小林显得很冷漠 被骗的人是谁 又遭遇了哪些变故 这一切仿佛都与他没有丝毫的关系 有写剧本的 有演律师的 有办卡的 也有取款的 重金求子诈骗 往往是个产业链齐全的行当 而在全国来说 这类诈骗的多发区 主要集中在鱼干县 相不相的两个村子里 记者亲户诈骗村 情况让人吃惊不小 村庄里面有那个 专门就帮你 那个一条龙服务的 因为这个重金求子 是像个病毒 残暴的非常快 除了骗术 这里还有让人更加震惊的东西 通过重金求子 获取资本剧烈以后 翻步式的 他又有膨胀 很多老百姓 回到吗 不让你把它带走吗 行内人亲自揭秘 诈骗村 闲事今生 以前都是什么老婆呢 你过了三百年 从这种的时间比较长 八十年代吧 就开始了 诈骗村的末日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从鱼干县城开车半个小时 就到了石西村 一条不宽的手鱼路 两边移动过了楼房 大部分都是三到四层的 外地面贴着漂亮的瓷砖 气派的不锈钢大门 很多城里才有的娱乐设施 在这个小村庄里都能看到 从事的中金球子诈骗的 他家里面的房屋 一般情况下都做 盖的比较华丽 在水泥路边的电线杆上 张贴着很多带发短信 专业办卡 销售摩音手机 等各种各样的小广告 这些东西都是 重金球子诈骗中可以用到的 就是说他们可能村庄里面 有那个专门就帮你 那个一条龙服务的 帮你就是 你就是说也发那个短信 发购买卡那个的 记者跟着警方进村时 正在闲聊的村民 都转头看着我们 在诈骗高发的石西村 和团林村 很少有人外出打工 很多年轻人都待在家里 外面是村子里面 学得过来的 那个诈骗 是那个村子全过来的 这个经验 一个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呢 叫个诈骗 孙志书说 外面称他们这里 是诈骗村 在他看来 那是因为 以前大伙的生活 太困难了 就八千八百 十八七十五 以前都生活的好困难 一个人是三百年 地少人多 身陷贫困 这之中 有以石西村最为厉害 大概在二零一零年左右 重金囚子的骗术 从外面传到了这里 很快就落地生根了 因为这个重金囚子 像个病毒一样的 沉没得非常快 因为它的这个 翻期成本太低了 你抓到它 打击了 打击起来 是非常难的 由于石西村 处于极省交界处 除了重金囚子 这类诈骗 很早的时候 一些新奇的其他骗术 也从外面传了过来 他们从事这类的 诈骗活动的时间比较长 八十年代吧 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就开始 丢假金键子 套红蓝铅笔 那么猪不再演变 我把这个套到笔底上 你看这张白纸 套在哪支铅笔上 蓝色 从丢假金键子 再发展到这个 三张扑克牌 再后来招工信息 再脑溢血 骨灰盒 等等 那么近几年来 朱冰也没成为 这个重金囚子 瞧瞧看一看 咱们玩个小游戏 扑克三张 三张扑克 来来来来 压十块赔十块 压一百赔一百 他不是他不是 这么一刀一串 你说哪个事 二百 二百 还有下的吗 还有下的吗 我那个压死了 不好意思啊 你压错了 在这呢 你压 他有一种羊群效应嘛 也是一种重重的效应 这个一旦从事的人 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啊 大家也就觉得 非常正常 慢慢就跟风了 就不以为止 2003年 国内媒体 对鱼干出现的诈骗现象 进行了大量曝光 曾经互动了 整个鱼干县城 但是在利益的驱使之下 诈骗死灰复燃 最终演变成今天的情况 他们有台词啊 就给我们要 我们上电视 有编辑 编好了 你就按照这个的 回答的别人 就可以了 诈骗给许多人 带来的是 实实在在的改变 实习村里 一个专门 在别人的骗局里 负责取款的人 都自己盖起了豪华楼房 这个房主人 叫那个李战胜嘛 也是设行那个 那个那个 方便人举行的 就在讲 现在还没抓到 就是现在是 正算网上老板 除了生活条件上的改变 诈骗还让许多得利者 形成了攻守同盟 比如曾有这样的事情 警方明知道 嫌疑人就在村里 再难以把人带走 很多老百姓围的嘛 就不让你把人带走嘛 还有的甚至有可能会发生 老人家就是 洋装那个晕倒在地上 躺着你侧的下面 鱼干当地 民风彪悍 而且实习村有几大姓 宗族势力特别强大 进入村子只有一条路 一旦警察近村抓人 很多人就立刻把警车围住 无理取闹 警察无法脱身 有这样的历史上的这些血缘关系 往往他们会比较团结 互帮互助 一旦某个家庭有风吹草动以后 那么往往就是一片 甚至整个村庄 他们都会联合起来 时间一长 只要说到十七村执行任务 许多警察都很头痛 看看不仅有诈骗 而且还有宗族势力 这村里的情况还挺复杂 这些村民当初只是单纯的诈骗 到后来组团妨碍警方执行公务 看来这里是该好好的整治了 所以2015年11月29日凌晨5点 鱼干警方展开了一场 当地公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打击行动 警方当时的目标 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李小林 所在的十七村 以及隔壁的团林李家村 这是重金求子的诈骗重灾区 就是影响鱼干社会治安的一个毒瘤了 我们必须把它拿下 把它都脱了 彻底给它去铲除掉去 你推移的速度稍微较快一点 警方的压力很大 2015年11月初 公安部联合22家部委 召开了打击电信诈骗专项行动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鱼干被点了名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 上尔市公安局调动了30名特警 50名武警进行支援 鱼干县公安局 甚至专门买了一架无人机 用于搜寻时的空中侦查 防止突发事件发生 你们去了多少警方 我们300多 但是我们也是养个村庄 这次警方要采取行动的时间 具有突发性 当时石西村与另一个村庄 发生了矛盾 两大宗族势力带着各自的家族 即将要发生一场邂逗 火之这个情况之后 鱼干警方果断决定马上进队 我们准确地把握住了战机 迅速控制现场 对现场高压还是 马上实行张管制 张管制以后呢 对所有的这种现场的行业人员 马上开始大面前进行清查 石西村一河堤而建 呈带状 只有村头和村尾两个行车的路口 根据安排武警特警 负责守住路口和巡逻 其余警力入村入户就在搜查 准备了准备了 快点行车 近半年以来我们呢有这么些的开展训练 模拟演练 准备了大量的这个需要的 作战用的这些器材 防爆枪支 防护器具 等等 警方如此大费周章 一来是要一鼓作气 彻底铲除诈骗的土壤 二来就是出于对当地宗族势力的考虑了 通过重金求使 获取资本激励以后 那么他滋涨防护势力的 他有种膨胀 那么最终呢 就导致这种宗族防护势力啊 往往呢 那么也会参与到这个 相关的违法犯罪活动当中来 宗族势力的膨胀 带动了村民的胆大妄为 石西村 不少人家都配备有铁叉 砍刀 斧头等 甚至还有电棍之类 更具有攻击性的工具 这给警方的行动 带来了不小的威胁 这两个重点村啊 它有它独特的地域特点 庇护文化 它一方面的这种表现的 就是民工彪悍 那么过去的这么多年来 我们长期啊 都被妨碍之心功 干嘛 行动比想象的顺利 警方共抓获了21名犯罪嫌疑人 收缴了一大批 用于诈骗活动的电脑 手机 银行卡 信号发射器 还有自制的钢叉 缩镖 弩 防弹背心 头盔等攻击性器械 这是电信网络诈骗的一种并发症 甚至超过了重金求指这个电信网的诈骗的本身 所以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之为毒瘤啊 这就是中族防护势力的影响 经过这次行动 包括实习村在内的整个江户乡 诈骗的土壤被根本铲除 现在的话抓捕条件很好 我们时候去的话都不 现在都不会遭到那个防护公 通过打 通过管 通过控 对重金求指这类的这个违法犯罪活动 持续的持续这个高压的打压 把这个当地的这个社会治安呢 那么给他从根本上给他去治疗 好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习治国教授 习老师欢迎您啊 您说这个诈骗哈 他无论如何也是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但是在实习村呢 看大家都没有这种羞耻感 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嗯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嗯 实际上呢 呃 我们从小来说 撒谎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事情 对 甭说是进去诈骗了 嗯 也就是说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滑 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 嗯 那么他最主要的原因呢 我认为是在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呀 相应的配套规则没有跟上来 嗯 很多人就把追求金钱变成了唯一的目的 那么不择手段 嗯 而且这个时候呢 就发展到有了金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嗯 然后我们社会上就有一种拜金现象 对 也就是说不择手段 获取金钱 不是可耻的 嗯 那么特别像在这一个船里边呀 嗯 所有的人都来做这个事 嗯 道德是靠大家语论皆读的 嗯 所有的人都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就没有能来进行监督了 嗯 那么因此他也就不觉得可耻了 嗯 而且有一种从众心理哈 觉得大家都这么干 别人都挣钱 那当我不干 那我不是傻吗 对呀 嗯 那是不是也是这个这种现象在这能存在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原因哈 因为他在这不是一年一年两年了 是很长时间了 他为什么就能存在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好像就没有人发现这个现象一样 嗯 这里边原因也非常复杂 第一个就是这个地方的所有的人都在从事这个违法的行为 相互不去举报 嗯 那么其实穷众皆读 然后发现违法行为 这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嗯 比如我们有朝阳区 穷众对吧 对 举报皆发 嗯 那么这个呢 他在这基本上这个村全民都在做这个事情 就没有结局皆读的了 对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受 从受害人的角度 嗯 很多被诈骗的人呢 自己被诈骗以后 此于开口 嗯 不去报案 那么第三呢 他采取的手段也比较隐蔽 嗯 也不便于侦查 我想还有一个原因 就很可能就是我们在执法的过程中 嗯 还是没有特别 嗯 那个按照法律的要求 嗯 来严格的进行执法 嗯 这也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地方宗族保护势力 阻碍了他的发现 嗯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哈 就是在这个村里呢 不仅有这种诈骗现象的存在 还有宗族势力啊 也很强势 您觉得这两者 他要是碰到一块 会产生什么样的滑雪反应 嗯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宗族势力是与现代社会 这个文明的以法律规则 统治社会的法事是不效用的 嗯 中国社会呢 是一个呃 血缘社会在过去 嗯 就这个宗族势力下来都很重要 嗯 那么宗族 有宗族的地方 往往就卸制了政府权力的进入 嗯 嗯 从历史上来看 有些宗族势力非常强 嗯 然后导致宗养等政府权力很难介入 嗯 法治也很难进入他们里边 他们就完全按照自己的销售名约去进行管理 嗯 那么相归名约高于法律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政府权力无论如何都要介入到里边去的 表面上看起来 江西渝干县的这两个村庄确实都很富裕 其实呢那都是假象 是不劳而获建起的沙城 再漂亮最终都会坍塌 老话说的好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骗别人一时 终究会害自己一世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感谢喜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